修清淨法的要注意了 你比丘修险教 或者修密教 你修本真法 还没有到无上密布 你一定要修清淨法 清淨法不能碰到女生的手 不可以的 女生哪东西供养给你 你不能碰到她的手 不能碰她的手 不能碰她的身体 很多规矩的 很多规矩 在险教里面 甚至于你修立宗 她不能眼睛看你 看你的眼睛 看女生的眼睛 因为一看 哇 完了 这个充电 这个来电 女生的电 跟你男生的电 就在眼睛里面就接触了 这就麻烦 这个就是麻烦的开始 这个有一个笑话讲 这个在上课的墙壁上有人写到 女人就是货水 女人就是麻烦 女人就是麻烦 女人就是一坨屎 后来画面发现 下面又有人写了 男人就是爱闯缝 男人就是爱找麻烦 男人就是爱吃屎 男女之间真的是很难讲 感情是很难讲的 古代在写那个 写那个 写文章 他们以前古代的写文 一日有一天 出门 出门 这个一匪首 见到一个标志的女郎 这个双目一阶 哇 真丽人也 是很漂亮的一个女生 再来就写他们怎么交往 怎么经过 一些以前古代人写文章就是这样子 就是突然间碰到一个女生 这个四目相对 就有感情 那个有一张图画 一个修行的比丘 坐在这边修行 一个高挑的女生 站得很高 那两条白腿在她后面 她弯着腰 那位比丘就讲 施主啊 你离得我越近了 我就离成佛越远 所以不可以的 这个女生要供养男生 以前古代的古代她规矩是这样子 一个修行人闭关修行 五百公尺以外 你把食物放在那里 这个修行人出来拿你的食物进去里面吃 这个女的就要求修行人 可以不可以两百公尺 修行人说 两百公尺也没什么关系嘛 反正也距离满远 好啦 两百公尺了 就到时候那你的又要求 她说你能不能让我 这个五十公尺 反正你也接触不到我嘛 那比丘到最后修行的 这个闭关的比丘就说 好啦 五十公尺了 五十公尺哪来了 这比丘就看 到底是哪一个女生供养她 一看 哇 真利人也 哇 很漂亮的 这个女生又要求了 可不可以马到你的门的旁边呢 那个比丘就讲 修行的这个闭关的比丘就讲 好啦 那你拿到门边嘛 反正我不开门 这个 当这位供养的这个少女 拿到门边的时候啊 这个比丘就开门 那位少女就进去了 终于呢 这位闭关的这个修行人 跟那位少女抱着一个baby走出来 跟那位少女抱着一个baby走出来 把她从官房里面走出来 施主啊 你离得我越近啊 我离成佛越远 修例中的 看女生只能够看地 讲话只有三计 三计 三计 话 重要的话讲一讲 只有三计 规定只能够讲三计 话不能多讲 不能眼睛看眼睛 只能够看地讲 修例中的规矩是这样子 讲完就要出去 规矩是很圆的 但是你修成了 你认为这个你色不能诱惑我 你色绝不能诱惑 诱惑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修双生 要到那个地步啊 真正的那个能够 你成就成为你色不能诱惑你的时候 你才可以修双生